他80%一定會參選 不過這最重要 還是要看他6月 看看兩黨所選出來候選人是誰 如果國民黨不要自亂陣腳 真的尋一個非常 大家可以接受的一個遊戲規則 選出一個我們覺得 最有勝選的一個候選人 民進黨如果 我想柯文哲應該還滿喜歡 蔡英文代表民進黨出來 我還是強調 這個國跟兩黨 如果能夠照正常程序選出來 然後柯文哲在來評估 這兩個人的政治實力如何 我想那時候他會做成一個 最後的一個決定 可是現在看起來 這些國民兩黨 最有可能浮出台面 然後蔡英文當然是最高 但是你不要忘記 目前為止才只有1月 他真正進入深水區 還有一段的時間 而且目前為止 大家都沒有討論所謂的一些政策 特別是兩岸的一個關係 柯文哲只是用一個 比較模糊的一個空間 剛剛賴教授特別提到了 柯文哲在台北四年 到底做出哪一些事情 大家沒有特別的印象 他過去來說 就像這一次九合一選舉 大家問國民黨 為什麼會大勝 其實都是取決於 民進黨做得很不好 柯文哲當然也是可以如此 如果藍跟綠 都被大家所討厭的話 第三 他所代表 他自稱為所謂的白色力量 當然就會順勢而起 這就是他聰明的地方 為什麼在6月當中 他要根據兩黨的候選人 來決定他到底會不會投入 那我們回過頭來看看陳思雨 說實在的 這三個人的排序 選前大家都知道 應該就是這樣子 應該是何志偉 大於陳彬甫 大於陳思雨 只是陳思雨他的票 竟然不到1萬票 這也是大家覺得非常好奇的 因為柯文哲 當然是有幫他是所謂的站台 但是他其實所使用的力道 也沒有那麼明確 陳思雨你可以說他起步非常的慢 最重要的是他一出來之後 打出連勝文門 然後年輕人 是對這樣的一個議題 是有興趣的 可是在不斷的 再往前去探索的時候發現 其實陳思雨也屬於 他所號稱連勝文門的正二代 還有具有一個很強大的經濟實力 他這件事情一出手 其實就讓很多當初支持柯文哲 那一些的柯粉 其實就不是那麼樣子覺得 跟他們是可以凝聚的 當然再加上你現在選舉 這次是不到三成的一個投票率 這是冷到不行 你知道柯文哲跟韓國瑜 他們基本上都是一個市 就是一個潮流 等大家討論的沸沸揚揚的時候 這些在網路上可以稱霸的人 其實整個市就起來了 可是顯然這個市 還有包括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剛剛文謙也提到 賴教授也有提到了 就是柯文哲整個人的 不管他的人格特質 說他的種種 完全沒有辦法複製在 陳思雨的身上 這之前其實他就看得清楚了 52個人 先同柯文哲的認同卡 當選只有幾個 5個 他所力挺的這些人 其實這一次選票都不好看 所以這個明顯就可以看得出來 柯文哲是沒有辦法 複製在任何人身上 一如韓國瑜他的幽默 他的風采也沒有辦法複製在 任何一個國民黨人的身上 所以韓國瑜帶動了一個 韓流 大家要認為每一個人都信誓 在那要出來登記 要來打國民黨黨內的初選 其實這個東西 我們都還是要戒慎恐激 因為這個東西不是用 個人有辦法蔓延 外溢到政黨的身上 就像何志偉 他其實沒有小英站台 他其實沒有這些所謂賴清德 或是蘇貞昌站台 何志偉還是何志偉 他還是有機會贏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靠他基層實力 這麼短的補選 就是看基層的一個實力 我現在只是比較好奇 大家剛剛提到的 柯文哲會不會主黨 如果沒有主黨 你看看我們在立法院 怎麼去運作 一個東西進來 行政院長這樣出來 立法院的國民兩黨 一定是目前為止在2020當中 一定還是最大的一個 立法院裡面最大兩股勢力 我們聯合封殺 這個法案怎麼出得出去 而且最重要的原因是 目前柯文哲主黨的話 他上面有沒有幫我網絡明星級 不要明星級的 這是一般大家能夠講出來的 這些所謂的人代表出來 如果沒有的話 你只是二軍三軍 或者是一些藍跟綠 初選已經落敗 而對黨很不以為人的人 出來靠攏柯文哲 他所下面的這些人 都不是屬於一軍級的 他有沒有辦法打勝選戰 所以他要主黨是必要的 否則他的仗很難打下去 所以我個人覺得 不能夠說柯文哲不出來選 但是他選完 如果藍跟綠不斷是這樣 大家覺得很厭煩 而讓他一軍突起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時候 整個台灣的政治 才是讓我們覺得 非常擔憂的 到底該怎麼樣來去做運作 怎麼樣來操作 整個立法院的生態又會 變成是如何 所以我覺得像目前為止 最重要的就是兩黨之間 一定要推出最強的候選人 回歸到一個 大家從政策面 從各方面的體制面 大家好好來跟選民述說清楚 到底什麼樣的一個部分 可以把台灣帶到什麼樣的程度 以柯文哲目前過去 在台北四年當中 沒有一個政策講得夠明確 然後這麼模糊 只有兩岸一家親 這樣東西來代表 他未來兩岸政策 我覺得這個東西都是太淺 而且真的對選民來說 很難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 但是我個人覺得 他應該80% 還是有機會出來挑戰 2020的總統大選 兩岸政策叫做模糊 我有一點保留意見 其實當他講了兩岸一家親 就是綠軍決定挑戰他 兩邊分開的理由 這個不叫做模糊 這是踩到民進黨的紅線 那也因為兩岸一家親這一句話 所以雙城論壇可以繼續延續下去 包括連蘇起發明的九二共識 都叫做模糊 其實模糊本來就是處理兩岸關係裡頭 最高策略 會讓人家喜歡 我覺得不要只有談到他的不好 而是你如何學習他的好 他會讓人家喜歡 就是還在兩岸的問題裡頭 人們對他會維護我們的主權 有信心 可是他並沒有拿這件事情 來創造兩岸的衝突 他說出了兩岸一家親 所以在這個部分來說 他其實變成台灣的最大公約數 那這個情況呢 甚至比國民黨的九二共識 已經被醜化來講更聰明這樣子 好 那第二個 當然主要原因是 他是本來綠軍出身的嘛 所以他一加上兩岸一家親的時候 那有點像三明治 就多疊上了一個東西 所以他就有他 不像國民黨是從被懷疑 然後加上九二共識 那這個就不太一樣 所以他的模糊政策 本身就是一個 有些人是信賴他 在某個程度不是只有政治鬥爭 他其實呈現出來 我們現在的執政黨 氣度之小 敢盡殺絕 什麼位置都要 那他敢說 他就很明顯的挑這樣一句話 那這是叫做智慧之語 那我覺得很多人 在事後看這些事情的時候 會喜歡他 就是他在很多時刻是會說真話 就是他在這個時刻說 所以這些事情我覺得還是 他真正令很多人喜歡的原因 那他其實把青年政策 很放在他的市政的優先順序的前面 可是你可以看到那個執行力不夠強 所以某個程度來說 柯文哲個人 我必須說實話了 他跟馬英九現象當年有點一樣 馬英九個人的形象 超越他的台北市政府的團隊 當然他的市府團隊 現在並沒有弱於柯文哲的團隊 可能還強 可是那個時候 大家給馬英九的評價 遠遠高於馬英九的市府團隊的評價 然後甚至也有很多人談到說 馬英九的第一屆市長 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很多人講不出來 他的第二屆也講不出來 然後到了第三屆 換成了郝龍斌的時候 發現他留下了很多重大的 不能說叫做弊案 但是總是災難 像什麼 大巨蛋 大巨蛋 然後木炸道 什麼內湖線 都是他留下來的 包括連花博申請了 結果什麼事都沒有做 可是他還是選總統 他還是當選了 所以我剛才要談的 不是他能不能當選 我要談的是說 他能不能治國 他能不能治國 其實馬英九就是 他不喜歡馬英九 可是馬英九絕對是 他的前鞠之鑑 有的人掌成前車之鑑 隨便了 就是說你有你的神話 你有你的魅力 你可以問鼎大位 可是馬英九治國 他發生了很大的一些問題 其實那時候還有 國民黨的團隊 像劉兆選 或者吳敦一座 很好的行政院長 後面等等 但是如果你不是一個 擅長領導團隊的人 你不知道重有有能力的人 你不是一個可以把最優秀的人 網絡在你身邊的人 你的神話是不足以治國 所以你越往上爬 你的人生會越危險 應該是這樣說 自由時報的標題 這個標題比較沒有 應該講比較中性 不過這很奇怪 記者沒有名字就台北報導 這個比較不重要的標題 頭版桌上背景很奇怪 這個蘋果日報標題 是用民進黨的角度來看 他認為說北市險勝 但是台中是輸的 這個是比較偏民進黨的角度 我們看這個聯合報 聯合報是中藍 就是台中是國民黨 然後台北市民進黨 然後白慘敗 我覺得比較有view的標題 是中國時報這個 大錯 就是柯文哲的身世大錯 我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柯文哲 那你認同嗎 非常好 最好的放最後面 進黨煽動民主去攻擊 製造一個氛圍什麼態勢什麼的 柯文哲的態度上 所以觀眾朋友你看 為什麼王世堅會有這個感慨 王世堅很爽 很爽 王世堅是一掃連日之一埋 這個不意外 沒有 這個是講出很多人的心聲 其實國民黨不敢講 國民黨也很爽 但是國民黨不能講 夜中就對了 我們都敗了 我們沒有很爽 我們覺得陳思瑜 這個得票是我們覺得還很OK 很好 柯文哲 我講的是 大部分的國民黨跟大部分民進黨 對柯文哲不滿的 你這次輸了 因為我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你看今天早上 柯文哲在台北市場 接受王恩是這樣 是這種 他以前是這樣 柯兵不是常常也是這種動作嗎 沒有 今天的垂頭上氣 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是選票的力量 因為我還是要幫丁守中講一下 因為丁守中的風度非常好 但是丁丁們 就是支持丁守中的丁粉們 即便現在選舉過了兩個月 可是還是心裡那個 笨笨不平 這樣有撫慰他們一下嗎 就是王世堅講那兩個的 很爽 雖然說這次選舉的是陳思瑜 陳思瑜輸 你不能把王世堅比成丁粉 不是 我說藍綠都很爽 藍的沒有講出來 王世堅 王議員 他有把他的心聲講出來 我看一下 這個是剛剛文倩傑的這個 他說柯文哲的下面是空的 你怎麼可以把我這個框出來 這對男人是很殘忍的 但你發現了 我們這個節目的 詩詩以前播的好嗎 換下一張 下一張是我狗尾矽掉 我狗尾矽掉 恐怕柯文哲的上面也是空的 其實剛剛文倩傑講那個非常好 因為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到底有沒有辦法去當總統 他講其實 觀眾朋友你注意聽剛剛文倩傑講 他講是兩回事 一個是你能不能贏 一個是你能不能治國 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那柯文哲會贏 我當然就會說 會不會變成我的一個烏鴉嘴 我的這個 你不是說柯文哲不會贏 你說他2020一定會選 但是一定不會當選 我的看法跟王世堅一樣 因為他會選 我希望他輸 但是我希望我的烏鴉嘴是錯的 我們台灣會不會變成這個 摩托多會選舉的不會執政 然後會執政的不想選舉 會不會這樣子 所以大家去深思剛剛文倩傑 前面提那個邏輯 我們現在很像 很高算 馬英九算什麼都贏 結果呢 結果是怎麼樣 柯文哲也贏了 可是如同各位前表 他在台北市做了四年的 台北市長做了什麼 剛剛提到內湖的交通 他是一個參會 然後他被問到這個 他第二天很怒罵馬英九 馬總統 馬市長交棒幾年了 郝龍斌市長八年 你柯文哲做了一年四年 十二年了 你就過來說 馬英九那時候弄得不好 even是馬英九 把內湖的交通弄不好的 那也應該你們後面的人 接棒應該處理 你怎麼還在過來馬英九 這個就是柯文哲 所以我剛剛接文獻傑 他說他下面是空的 他沒有組織 沒有這個 各種澳園都沒有 恐怕上面也是空的 超風流的 入口罩 突然說大家 快點 風流 突然說他 有